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欢迎收看Basibuddy 我是Tommy 今天是3月17号 昨天3月16号的时候 我国首相就已经是宣布全国限制活动啦 然后算是封国了 大家不要乱跑 就在家 但是餐饮业方面的话呢 就是还是会有开 不过都还是打包为主的 那我们的好朋友 就是我介绍过蛮多家的 他们的美食的这个凤林小酒家 还有这个2013四方菜呢 这两个星期里面 他们都会转做外卖 我又觉得现在大家都在家嘛 真的没有必要去堵到太多货 其实有很多那些餐厅都有在开店 但是他只是不能堂食 就是不能在里面吃 但是可以打包带回家 所以我今天就要去看一下 这个2013四方菜 跟这个凤林小酒家 他们的外卖到底是怎样 我们先去看一下 所以今晚就不用煮 然后就吃外卖 OK 记得勤洗手 戴口罩 就算你去打包也要戴口罩 好了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个2013四方菜这一边 现在就要来拿我的外卖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我的食物我先进去拿了 谢谢 谢谢 我的食物准备好了 所以这些就是我刚刚扩来叫的那些食物 所以他们就打包好好 我就直接拿了给钱就可以走了 而且还可以online banking 所以啊 尽量少用现金 这样我们就拿回家 好整个过程呢都不用超过五分钟的 就是到了下车跟他们拿给了钱 上车 OK上了车 就 当然了下车过后 就一定要用酒精搓手叶搓一下手啊 OK 所有东西搞定啦 现在回家吃饭 OK 这个外卖我们就带回家啦 不过我刚刚回到家之后 就立刻去洗澡 才做开箱 不然的话 该出去外面 有些病毒 唉 现在这个时候 任何的防范措施都必须要做到很足啊 各位 一定要啊 不要有那种侥幸心态 OK 这个外卖你可以自取 也可以有他们有送费的车队送给你们的 不过送费的车队呢 就只是限制在三个地方啦 就是在巴生的BioDingki Botanic 跟Bukit Dingki 这三个地方他们有送 不过每一个送餐费是五块钱 无论你叫多少都好 都是五块钱 OK 好 讲一下它其实它的菜色的话呢 它有一个菜式是超过一百样的 这一个菜色的 是有比如有什么咕噜用啊 马来风光啊 什么什么都有的呢 是他们所谓的小菜 OK 它另外我们也有叫了两个大菜 就是所谓的大菜呢 就是在它的菜单上面都会有的 比如是什么猪卤汤啊 比如什么小炒鱼菜啊 比较贵一点啊 当然那一种 OK 好今天我就叫了五样小菜 跟两样大菜 然后价钱方面呢 也是大概 十多 十一块多 十二块多 这样子的一份 肉啊菜啊 都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别 你们可以去他们的Facebook看那个Menu OK 好 Facebook令我会写在 全部写在那个影片解说栏那一篇 第一个就是那个 咸蛋豆腐 第二个马来风瓜 第三个 骨肉油 第四个 公骨肉油 啊 啊 哎 这个是 蒙古鸡块 大菜方面的话我就叫了一个 鸿豪骨 然后贵一点 那好像是三十块 那是这样贵哦 蛤 那是这样贵 有时候在家里面 你被隔离在家就想要吃一些好的东西 对不对 因为心情会好 啊心情会好一点 还有这个印尼咖喱鱼片 OK 好 就是如果你在 你自己本身 不太会煮 就或者是 在家煮到很鲜了 因为十四天 煮到不懂要煮什么 其实有时候就可以叫这些外卖回家里面 是 像他比较不会煮的 不我觉得是2013 私房站 昨天一知道封城了之后 马上决定做外卖 然后就电脑我说 我这边有外卖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他讲OKOKOK 这样就把他介绍一下 味道全部都是还是酒楼的味道咯 外卖就有一点缺点啦 就是可能就是这些 就比较冷一点 而且他皮就没有那么碎 不过现在这个这样的时期 没有的要求这样多啦 好吃 其实是好吃 对其实好吃就好了 这个2013集团 他们很快 一直到封城他们就立刻追出 超过一百样的小菜 然后当然如果你们想念他们 餐厅里面的那些 所谓的大菜啊 猪肚汤啊 笼哈啊 粥啊 那些 其实他都有在做的 也是可以外卖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 就是看一下你要自取 还是 delivery来给你而已 OK 所有的这些资料 比如说 要联络什么啊 那些 全部都会在我的影片 Description那边写出来 WhatsApp啊 然后每view 你就要去他们的Facebook看啦 跟那个WhatsApp的号码 全部都会在我的影片结束那边 有写出来 你们记得去看 OK 今天介绍的就是 这个2013集团的 凤林小酒家 或者是2013四方菜 还有Primos 他们都会有这一种 打包的服务 那你自己去自取 或者是delivery给你 这样子 OK 记得看我的影片解说 商家的Facebook啊 商家的WhatsApp啊 商家的地址啊 全部都在影片解说来一边 记得去看 这14天的这一个 限制活动 真的 真的 大家乖一点 多留在家里面 北北家人啊 北北老婆 北北女儿 北北儿子这样子 好 祝大家在这一个 疫情期间 百度不清 身体健康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 按赞 如果你是从youtube看到吧 subscribe我的频道 旁边有个队长帮 按下最新的影片 留在最后才知道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